你要说对未来或者当下我更关心的是什么 前些年我非常关心建筑中的结构问题 这是在中国现代建筑中长期被忽视的一个问题 假如说存在一个新的命题 其实也可以说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一个命题 那就是我们如何去创造一个真正的中国当代建筑 从20年前成立大舍事务所一步步到今天 这个目标我觉得越来越接近了 龙美术馆特别是边缘还有金山林 都是在尝试着去定义或者构建一个中国当代建筑 比如边缘 除了是黄埔江边的工业就职的改造之外 也融入了我们对于中国的人和自然的关系 建筑和自然的关系 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筑物时间性的问题等等这样一些思考 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 比如说园林对风景的认识 它是如何以一种新的当代的建筑语言进入到我们的建筑项目里面去 边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 金山林尚院是我们给出的另外一个答案 面对着明代的长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 它天然具备着跟中国的古代传统的建筑文化 做一个对话的机会 我们当然要创新 但是我觉得这个心在这里应该是某种克制下的心 如此才能去跟既有的厚重之间 或者既有的历史之间 形成有对话或者张力 中国的山水文化 说来跟历史上中国文人很多被贬或者禁欲的不如意有关 于是他们到自然中去寻找慰藉 寻找自然与人的共情 我们可以读到 比如说柳宗元的小石坛记 或者白居易的草堂记 刘雨昕的六十名 苏东坡的一些诗词诗论与文章等等 我最尊敬的一位老师冯继中先生 率先提点出来 由中国文人文化定义的风景观 比如他提出的风景矿澳度 就来自于柳宗元的永州龙兴寺东修记里面 就是说如果体验风景的话 大概有两个方面很重要 一个是开阔 一个是深奥 好像这个地方很深远 视线被收拢压制住 然后突然到一个地方突然打开 就会加强人对风景的体验 金山里上院一层一层跌落的冥想空间 有意没有让他们直接有一个窗户就看出去 等到他慢慢下去 走出去 走到最下面 视线一下子就开阔了 开放了 山谷里远处的长城就出现在面前 我觉得先锋不是这种追逐潮流 也不是什么弄潮玩 这很容易昙花一现 先锋首先要有一种穿透当下的力量 要有一个对时代的敏感性 建筑结构本身也可以是一个很完美的东西 一个建筑物当它的表面因岁月轻视 不断破碎 逐渐消失 留下来的不能动的就是建筑的结构 我想这些不能动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设计好 在每一个项目里面 我们都会尝试去扣问 建筑的本质是什么 物的本质是什么 遗留的痕迹也好 碎片也好 或者是建筑的构建也好 如果能够以一种崭新的方式 重新进入到新的建筑 新的城市空间里面 在新的建筑里面又活过来了 那么这个城市 它的历史是有厚度的 可以不断被发现的 对我们来说 建筑实践 更多的希望把它当成一个建筑学问在座 你必须要能够有耐心 能够沉住气 一定要跟很多事情保持距离 才会有一个赚注的状态 感谢您的建筑 感谢您的建筑